先講幾句 想提一提 剛才我在那個speech都有講 接下來這幾年在金融科技 我們金管局會主力集中在哪幾個地方 我在演講也有講到 兩件事 一就是代幣化 二就是AI 在代幣化裏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一個項目叫project ensemble 已經有十幾個用例在試行 其中有好幾個都已經做完 我們很快就會將一些初步的結果跟大家分享 而在project ensemble有關 除了我們在香港自己跟我們的partners有合作之外 我們都有一些跨境應用在試行 大家都知道早前我們跟法國央行 經過法國央行跟歐洲那個系統 有一個跨境應用的測試 我們今天都會宣佈 我們會跟另外多兩間央行會做一些類似的跨境測試 包括泰國央行 另外就是巴西的央行 裏面的測試 包括一些跨境的PVP 或者我們都想試一下 一些跟真實世界有關的用例 例如貿易融資 看看會不會是跨境用代幣化是可以做得好一些 代幣化那方面的工作 除了我們ensemble的工作 其實我們另外還有一個project 我們叫做Evergreen Evergreen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幫政府 如果大家記得 就已經出了兩期的數字債券 數字綠色債券 我們接下來 亦都會繼續幫政府 利用我們幫它起了那個代幣化平台 繼續出代幣化的綠色債券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是 在之前報告大家見到 為了要推廣更多的數字債券 在香港發展 我們是有一個資助計劃的 這個資助計劃的詳情很快就會出來 但是大致上呢 就是如果每一個發債的發行人 他是符合到某些條件 我們每一筆發債是可以資助250萬港幣 那那些條件 那些要求等等 我們很快就會有公佈 亦都是希望呢 將我們是數字債券這個發行的生態圈呢 是做得更加有活力 還有更加多人來發數字債券 那Evergreen 除了說是我們幫政府發數字債券 剛才說有一個資助 還有呢 還有我們會是launch一個叫Evergreen Hub 那Evergreen Hub是什麼呢 因為數字債券或者代幣化是一件很新的東西來的 那既然我們已經和政府做了兩期的數字債券 裏面有很多我們的經驗 無論是技術上 政策上 或者是規管上 我們的經驗和怎樣處理呢 我們將這些東西全部放在Evergreen Hub 和業界去分享 讓他們業界去幫助一些發行人 將來來香港發數字債券的時候呢 是多些資料可以參考 所以在代幣化的工作呢 我們下一步是有這些比較面前的工作 當然往後還有一些陸續有來的 那至於在AI方面呢 其實大家 我想聽局長都講了很多 我就簡單點 其實在AI方面我們一直都是非常支持 所謂responsible AI 負責任的AI使用 那我們基本的原則呢 都是風險為本 和科技中立 那裏面呢 都是說你用AI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 無論是froid detection 是可以檢測到有些詐騙 或者是反洗黑錢 或者加強和你的客戶去互動 都希望有些不同的用力 但是我們會有一些所謂政策的引導呢 讓他們是一個負責任的AI使用 大家都知道呢 我們有一個GenAI的sandbox 已經是推出了 也都是有不少銀行呢 應用的 我們很希望這些銀行可以利用我們GenAI的沙盒呢 是多試一下他們那個用力 不同的用力 無論是大銀行 少銀行 因為這個沙盒裏面呢 是給他們足夠的computing power 你有足夠的技術支援 還有重要地呢 是他們去試這些用力的時候呢 可以有我們監管的同事 一路給他們一些意見 回應 回軌 讓他們真的要推出市場呢 中間已經是試過了 比較是可以著實一點 那麼我最後呢 就講多一件事 就是跨境的支付 那麼我們有一個新的進展呢 就是我們和人民銀行呢 其實有提過的 就是我們的轉數快 即是FPS呢 和內地的一個類似的系統 叫IBPS 那麼我們是會相連結的 希望做到呢 就是將來我們和內地之間銀行的支付 有些像我們轉數快的支付的 就是說是24x7啦 小額支付是即時到上啦 還有呢 是可以用電話號碼 你打對面內地一個人的電話號碼 你已經可以傳到錢過去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做一些技術上的統籌啦 還有和人行談一些細節 我們暫時呢 那個預計是明年的年中 可以是試行的 那這個對於我們兩地的支付呢 其實又賣錢了一步 是可以有一個更快捷的做法 做到出來 那當然啦 接下來我們往下 最後的工作 亦都是包括呢 大家記得我們有一個FINTECH 2025的策略 那明年就是2025啦 那很清楚地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FINTECH 2030的策略啦 那些同事就 密流緊固 做到時希望呢 有更多的詳情呢 和大家分享 那或者我講到這裏 有沒有什麼問題意見 不知不知道 就在網坊前面的 不用網坊前面的 或者在網坊方面的 好啊 我 不過呢 因為人在這邊 下次我們放些人在這裏更容易 喔 明白明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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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個問題呢 请问一下快速指数说明年终会事情的那一个的话 是商家都使用了还是说个人也可以使用 然后汇率是怎么制造的 中间我刚才讲的转速块跟内地的IDPS两个连接 中间的详情我们还在跟人民银行商讨 我采访了就很快就有更多的详情 包括你刚才讲的比如说是个人同名或者是商家 或者是汇率怎么计算有没有现儿等等 我们都在跟人民银行讨论 希望此一点可以有更多详情跟大家分享 我们暂时的预计就是明年年终可以实行 那对于我们跨境的快速支付就有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其实两个东西 就是那個FPS和IBPS的連接 那好像我剛才說 裏面的詳情其實包括你剛才問那個地域的問題 其實都是討論之中的 究竟我們是用某些城市或者大灣區 還是可以更廣泛地去試行呢 大家在談 而明年年中其實是一個試點試行的計劃來的 就不是正式全面那樣 因為要是新的東西其實都要先試一下 那至於你說那個綠債那裏 其實我剛才說的就是我們和政府 是已經發行了兩次的代幣化綠債 那接下來呢我們都會試第三次的代幣化綠債 那時間呢我們看著就有進一步詳情就會通知大家 大概是能夠用到什麼詳情 那我們這個沙盒呢就好像你剛才講就今年四月份已經開始了 主要現在有三個申請人在利用這個沙盒 用不同的功能的 有呢就是有一些呢就是關於這個貿易結算貿易融資的 有一些呢就是關於這個 web free 世界裡面的支付 所以我們還在嘗試 其實另外有其他的這個不同的企業也有跟我們聯繫 就說他們也想加進這個沙盒 我們的同事呢就會用我們一貫的這個這個條件要求跟他們在談 比如說他們的用力有沒有實際的用家 他們的用力會不會在商業上是可行的 所以有不同的考慮 如果有個別的企業他們的用力是合乎我們的要求的話呢 我們可以加進去的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